今天我想和你谈一下红光 这是我关于红光的第二个视频 那么在之前的视频当中 我和你谈过红光对健康的益处 我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努力让自己接触更足量的红光 让它发挥到应有的生物学效应 但是对现在的许多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而言 我们能够接触到红光的机会并不多 因为免费的红光来源就是太阳 那现在又有多少人会主动抽出时间去晒太阳呢 所以我其实和你是一样的 白天上班是在室内的 回家写文案还是在室内 唯一能够接触到红光的机会 只有是骑摩托车上下班的途中 而且还得是晴天 所以我添加了一个小型的LED红光面板 用来弥补接触红光的不足 就像我吃的维生素补充剂一样 我认为它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补充手段 我知道你可能会有那么一些困惑 光能对人体起到什么作用呢 光无非就是能够让我们看清楚世界 让我们可以分辨万物的色彩 但其实光的作用远不于此 就说紫外线 它也是光的一种 当它接触人体皮肤的时候 它能够启动胆固醇 转化为维生素D的第一个步骤 那么剩下的两步是在肝脏和肾脏里面完成的 对于维生素D这个分子的重要性 如果你还不知道你可以在我的频道中搜索 微生素D你可以看到许多有意思的内容 还有我们做CT检查 拍片子时候接触的X线 它们也是属于光的一种 只不过它们和紫外线一样 不是可见光 所以我们今天谈论的红光 它也会通过一些特殊的机制 来影响我们的细胞 影响组织和器官的新陈代谢与功能 但红光这两个字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 准确的来讲 它指的是红色光线以及近红外光 这个区间的光线 它对应的波长应该是600纳米到1400纳米 那么根据现有的研究显示 红光以及近红外光 可以带来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生物学效应 第一点对细胞而言 它可以促进细胞的能量代谢 增强ATP的合成以及释放 这主要是由于红光和近红外光 可以激活细胞中线粒体里面的色素分子 进而促进氧化磷酸化的过程 提高细胞的能量产生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也可以被叫做光生物调节 ATP就是细胞里面的一种能量分子 它就相当于我们平时用的电 它参与了几乎所有的细胞代谢过程 和生物合成过程 当我们的现代世界停电的时候 或者只是电力短缺的时候 你猜一下会发生什么 社会会乱套对吧 许多的工作都无法进行对吧 那么对细胞而言 当它缺乏能量的时候 你猜一下会发生什么 它的代谢过程 生物合成过程都会受到影响 这会进一步的导致细胞功能的下降 以及疾病的产生 而红光和近红外光 可以刺激细胞内线粒体里面的色素分子 吸收光能 激发线粒体里面的电子传递链 促进ATP的产生以及释放 从而提高细胞里面的能量水平 第二点是红光以及近红外光的抗氧化作用 人体的细胞在代谢过程当中 在和周围的不健康的环境的接触过程当中 例如环境污染 水污染 核辐射等等 会产生一系列的自由基以及氧化物 它们是具有高度活性的分子 可以和细胞里面的其他分子相结合 导致氧化损伤 从而最后导致细胞的死亡 组织的损伤 以及疾病的发生 为了防止这种氧化损伤 细胞里面存在的许多种抗氧化剂 以及抗氧化酶 它们可以清除自由基和氧化物 从而减少细胞的氧化损伤 红光和近红外光 是可以刺激人体里面 抗氧化剂的产生的 这里主要指的是 骨光肝钛和文生素C 还有褪黑激素 最重要的是前面第一条所提到的 红光以及近红外光 可以促进细胞能量的产生 增加蛋白质的产生 那么这就可以提高 产生抗氧化剂酶的活性 这里指的是 骨光肝钛过氧化物酶 超氧化物奇化酶 过氧化氢酶 它们可以对抗 活性氧分子对人体所造成的损伤 红光的第三个生物学效应 就是它可以帮助减轻炎症 首先 它可以减少或者是抑制炎症反应中 炎症因子的产生 其次 它能够有效的促进这些炎症因子的消除 红光和近红外光还可以减轻细胞的应激反应 从而减轻炎症反应对细胞的损伤 有许多的慢性病症和炎症 其实是有关系的 例如慢性炎症性的皮肤病 例如慢性的关节疼痛 软组织疼痛 所以在这一类的疾病当中 红光治疗也有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第四个生物学效应 也是基于上面提到的第一点到第三点 那么对人体而言 细胞有了充足的能量 它就能够增强代谢以及生物的合成能力 细胞内部的环境足够稳定 没有更多的氧化应激 以及不必要的炎症反应 这就像是一个国家 如果治安环境稳定 如果有了充足的源源不断的电力 再加上足够的生产资料 那么工厂就能够生产出足够实用的生活物资 以及生产工具 放在人体身上来看的话 我们的细胞就能够产生更多的蛋白质 促进血管的生成 增加组织的血液灌注 以及氧气的供应 促进组织的修复和再生 人体就会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通路 第五个生物学效应 是它可以帮助调节免疫系统 有助于维持免疫系统的平衡 针对过度的免疫反应 它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从而减轻炎症反应 减弱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影响 针对病原体的抵抗力 红光以及近红外光 是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增强作用的 增强人体的免疫反应 从而提高人体对外来微生物的抵抗能力 第六个生物学效应 是近红外光对退黑激素 产生过程的有利影响 我在前面的第二点 稍微提到了一下退黑激素 之所以我要把它拿出来单独讲 是因为我觉得它太重要 太有意思了 我们都认为退黑激素是一种 帮助睡眠的激素 它是由大脑的松果体 合成以及分泌的激素 它是用来帮助人体调节昼夜节律的 所以许多中老年朋友 在睡眠状况不佳的时候 会考虑去购买 并且服用人工合成的退黑激素 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起到效果 但真实的情况是因人而异的 关于这一点 如果大家想知道 请多多留言 我们可以在以后找时间再谈 那么在这里我想更正一下 人体的退黑激素 5%是由大脑产生的 另外95%是由人体各个部位的细胞 里面的腺泥体所产生的 因此我需要重点强调 退黑激素的其他作用 例如前面提到的抗氧化作用 它是人体的主力抗氧化剂 和骨光肝胎一样 它还有调节能量代谢的作用 包括调节脂肪代谢以及糖代谢 它可以帮助预防以及对抗肥胖 和糖尿病以及代谢性疾病 它可以帮助调节免疫系统 帮助调节生殖系统的作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作用是遍布全身的 不仅仅只是前面所提到的 对大脑的作用 如果你能够接触到充足的阳光 确保每天的日晒时间 至少在一小时以上 你可以获得充足的红光 以及近红外光 当然我不是去叫你 顶着中午的太阳去晒 你可以选择在影子比你的身高 要长的早晨 或者是下午去接触太阳 这样可以避免太多的紫外线伤害 如果你和我一样 接触不到充足的免费的日光 尤其是在冬天 你可以考虑使用人工设备 来模拟太阳光发出的红光 以及近红外光 你可以结合自己的经济状况 像我一样 添置一台符合国际行业标准认证的 LED红光面板 或者你可以把它叫做红光理疗仪 再或者 如果你不介意灯泡所散发的热量 你也可以考虑选择 250瓦的近红外白质加热灯 它更便宜 但是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光生物调节设备 这样的一类产品 在国外的购物网站上面 还是有比较多的选择的 各种大小规格的LED红光面板都有 防水的设备也有 并且价格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 反观 国内的购物平台 我们要找到看起来不错的设备 就算有 那也只是和美容挂了上边的可穿戴设备 并且品牌溢价太高 我认为不值得 科技产品既然发明出来了 不是为了要去割韭菜的 而是为了让普通大众享受到科技的便利 希望中国的生产厂家能够在国内外不断的去发力 把那些价格虚高的产品打下去 我添置了这个小型的LED红光面板 我用了差不多两个礼拜 除了值班没有用 晚上在家睡觉之前 我都会打开红光 以及近红外光照射我的背部20分钟 说实话 没什么明显的可以让人记得住的感觉 因为这只是冷光聊 它不会振动你的身体 也不会加热你的身体 而且我也没有失眠的问题 没有皮肤方面的大问题 除了黑那么一点点 我也没有脱发 也没有肌肉和关节的疼痛 所以说实在的 我体会不到那种从不舒服到舒服的转变 对我而言 这只是一个优化健康的工具 不是一个辅助治疗疾病的工具 但是根据现有的研究 它确实能够在许多的疾病治疗过程当中 发挥一定的辅助作用 这已经在许多的医院的临床治疗中得到了开展 也在许多的患者身上得到了极好的反馈 如果你是为了优化健康 你可以像我一样选择正确的设备 但如果你是为了治疗疾病 请一定要征得医生们的同意 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让你进一步的去了解 红光以及红光设备 我是彭哥 我们下一期再见